大家好 我是高雄長根醫院皮膚科何一辰醫師 肝癩這個雖然一樣跟骨癩一樣有一個顯示 但是它基本上它跟骨癩不一樣 它不是由黴菌所造成的 它不會傳染 那它是由自體免疫造成的一個慢性發炎 那這個病常常會復發 常常會發作 就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 需要長期的控制才能看起來是正常的狀態 由於我們社會對這個肝癩有無名化的影響 導致病人的自尊信心受到的影響 它的社交生活 個人形象 還有兩性互動都受到極大的影響 連帶的它的工作也有困難 它的整個生活品質是相當相當的低落 肝癩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那我們針對它的心理上面的影響來說 它有憂慮的風險 它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 由於這個憂慮風險如果在累積的結果 病人會產生更大的焦慮 甚至於最嚴重的人會有自殺的傾向 它在統計學上都分別增加三成多到四成多的比例 長久以來因為這個肝癩是相當不容易治療的 雖然它在診斷上不太困難 所以有很多的病人呢 他通常會尋求一些其他的替代療法 譬如說中醫 中醫其實效果並不是那麼顯著 然後就有很多人會去尋求很多偏方 包括我們在網路上 所以可以聽到的奇奇怪怪的方法治療 甚至於求神問卜的也不少 那事實上其實那些方法大概很少有幫忙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呢 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是放棄 這個即使在美國這麼發達的國家 沒有尋求正統治療的人高達一半 那這幾年來呢 由於這個現在有一些新的治療方法 然後現在慢慢又有很多人開始回復到我們傳統西醫的治療 好 那這個肝癩的確是非常難以治療 那在一些新的生物治療出來以前 很多病人真的是用盡各種方法 就是像我有一個病人他甚至於 譬如說有一陣子人家瘋傳說斷食療法很有效 他也就已經斷食了 然後後來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效果 那有一陣子好像流行說喝尿 就是尿療法 喝自己的尿 那他也跟我講說他也同時在喝自己的尿做尿療法 那我真的很驚訝 這個像我自己我的尿我大概不太敢喝 不過他真的很有勇氣去喝 不過呢看起來對他的病情並沒有什麼很大的改善 那一直到最近這些新的生物治療出來以後 我們鼓勵他去嘗試他才覺得說跟傳統的那些沒有根據的療法真的是差太多了 肝血雖然是很難以治療 不過在治療的選擇上卻有相當多 我們可以從最傳統的藥膏 包括維他命A維他命D還有類固醇這些藥膏 那還有所謂的照光治療 這個也是相當特殊 只有皮膚病比較可能接受這樣的治療 就是紫外線治療 那跟其他的病類似的就是我們一樣有些口服藥 那比較新的治療就是所謂的生物治劑 那生物治劑是一般是一些蛋白質的藥物 那他通常是藉由注射的方法去治療這個疾病 那生物治劑問世以後不管在國內或是國外 都是已經成為乾癇治療的一個主流 那他的確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那國內健保現在也開始開放就是 如果病人使用生物治劑有效以後呢 他可以持續用到兩年 那以後才再評估他有沒有繼續使用的需要 那生物治劑現在越來越發達 有多種可以供選擇 那病人可以視自己的需要 就是他有些打針的次數不用那麼多 那當然有些可能要打針的次數比較多 那病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選擇 適合自己的生物治劑來治療他的肝癇 肝癇是一個非常不容易治療的病 那我們當然很希望病人都得到最好的照料 那尤其不要去亂聽信一些 沒有經過求證的治療方式 這樣常常會傷了身體 又得到很好的效果 及早治療永遠是所有的疾病的一個最高的政策 所以不要逃避 我覺得面對疾病 勇敢地接受它 跟醫生合作一定會帶來最好的結果 在醫院到全面見養我們 基本上是庵成功的